哈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够制一款粉红小猪猪 可以作为挂式或者摆件 整个身体从头到尾 中间无需断线 一体式编织 首先我们由鼻子的位置开始 环形起针 第一圈编织六个短针 六针结束 将线圈收紧 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锁一针 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针目上各增加一针 这一圈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十二个短针 十二针结束 我们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锁一针 调针目后半针的一根线 按顺续 在每一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十二针 第四圈锁一针 调整个针目进行编织 针数不变 一共十二针 第五圈 需要增加四针 首先锁一针 调针目 前半针的一根线 每隔两针 增加一针 一共十六针 后面第六圈和第七圈 各增加四针 第八圈增加六针 每一圈都是 调整个针目进行编织 第九圈 先顺序 编织十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调针目 前半针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中长针 同一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和一个两卷长针 后面锁一针 下一针 同样 调针目 前半针的一根线 先编一个 两卷长针 同一位置 再编织 一个长针 和一个中长针 这里呢就是耳朵的部分 后面按顺序 编织 六个短针 然后在后面的 这两个针目上 重复耳朵的编织 再编织 接下来我们再按顺序 编织 编织十个短针 第十圈 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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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调针目 前半针的一根线 编织 一个 爆米花针 首先 同一个位置 编织 五个长针 然后将勾针 穿过第一个针目 将线 一次性勾出 这里呢就是 腿的部分 后面再按顺序 编织 七个短针 然后在耳朵 后方 挑剩余的后半针 编织 两个短针 后面再编织 六个短针 耳朵后面编织 两个短针 后面再编织 切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挑前半针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爆米花针 后面再编织 两个短针 第十一圈 至第十七圈 针数不变 每一圈各编织 三十个短针 第十七圈 第十八圈 所以针 首先按顺序 编织 编织 四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挑前半针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爆米花针 后面再编织 编织 编织 二十三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挑前半针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爆米花针 后面再编织一个短针 第十九圈 开始编针编织 首先锁一针 按顺序编织 三个短针 然后编织一个 两针并一针 后面继续 每隔三针 减去一针 一共减去六针 后面第二十圈 至第二十二圈 每一圈 各减去六针 第二十二圈结束 接下来我们在植物内 装好填充棉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 尾巴的部分 首先锁八针 然后再倒数第二针上 开始编织 按顺序编织 七个银八针 最后将线剪断 收紧开口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在主体上 安装眼睛的部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